我們要請教燕麗姐 半導體的ETA 不會成為今年的主流嗎 絕對的 主要是因為包括 剛剛分析師特別提到了 其實半導體還有AI概念股 其實後世還值得大家 非常的一個高度的期待 再加上其實美股的相關概念股 也是不停的一個創新高 好 那我們先來講 台積電救了台股 台積電也造救了台股 目前看起來是萬八以上 甚至還有後世值得期待 那我也幫大家統計 截至到我們錄影 當下最新的一個統計的資料 今年以來績效No.1的 就是0052 其實韓習的這個報酬率 今年以來已經賺了5% 主要就是因為0052 最大的成分幅就是台積電 我待會會細講 那第二名是00894 就是中信小資高價30的ETF 大概它的報酬率是4%多 那其他的大概也有3到4%之間 包括0050還有006208 之前我們都在節目跟大家分享過 還有非常多小資組很喜歡的00881 以及00773 其實今年以來績效大概有2%多 不過它過去一年是66% 因為它有滿多的一個中小型的概念股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就主要跟大家分享 績效前兩名 今年以來績效前兩名 一個是00894 另外一檔是0052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的最大磁股都是誰 都是台積電 所以接下來我也要大膽預言 接下來最會漲的ETF 都跟台積電息息相關 因為台積電還是有機會挑戰 歷史新高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00894 跟0052 00894它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如果是高價股 然後如果小資組 你又買不起這些高價股的話 那你就買這一檔ETF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台積電持股佔比是24.53 聯發科大概是8%多 台達電5%多 聯勇 智邦等等 都是大家買不起的股票 所以這檔ETF 高價股 對 所以這檔ETF 非常適合小資組 因為現在它一張一萬多塊 其實對小資組來說好入手 那0052 其實我之前節目 也跟大家分享過 它就是三檔股票 占比非常非常的高 台積電57% 聯發科5% 鴻海4% 所以換句話說 這三檔股票 加財在它的持股的比重 就將近七成了 所以如果你很掙扎 到底是要買台積電 最近大家也都說 聯發科很好 就連鴻海都反彈了 不知道怎麼辦 很掙扎 那你就買0052 好 那也有人說 妍莉姐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買 半導體ETF 當然也可以 不過相較之下 不管是 我剛剛提到0052 或0050 它們成交量比較大 相較之下 這三檔半導體的ETF 其實都很年輕 沒有太多的歷史記錄 可以參考 不過大家也可以發現 這三檔ETF 一年來的績效 大概也都在四成左右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其實這三檔差異性 沒有那麼高 所以基本上大家會發現 它的績效差異性也不高 差不多 對 只有差一點點的是說 中性關鍵半導體 持有台積電的占比 是20% 一個是20% 一個是25% 一個是30% 那如果你對台積電 特別有信心的話 那你當然就買 台積電持股占比 最高的半導體ETF 好 接下來這個重點大家要聽 你不要等到台積電過的歷史 行高你才能買這些相關的ETF 好不好 要把握時間點 對 我幫大家做了一個相關的統計 就是過去這大概七八年的時間 台積電市會長落在三個月份 十一月 十二月跟一月份 這件事情很容易理解 為什麼 因為每次到了十一十二月份 都會有所謂的年底作戰行情 對外資來說 不知道要選什麼股票 當然就先買台積電 就買台積電 第二個概念就是 為什麼漲一月份 一月份是因為要開法說了 要公布季報了 每次都讓這些外資分析師 跌破眼睛 發現原來台積電比預估 跟想像中的還要好 所以大家看一下 今年以來台積電 一月份已經漲了8% 去年台積電一月份是16% 然後2022跟2010也有漲 只有2022跟2019年這兩年沒漲 相較於二月份 台積電是跌多漲得比較少 三月份也是跌多漲得比較少 所以其實通常我們都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對台積電有信心 其實你只好該在年底的時候 你就應該入手加碼了 所以在過年前的部分的話 燕麗姐會怎麼建議呢 是不是要先把部分先落代位 我覺得如果台積電 有機會創歷史新高的話 我個人是抱持著 比較高度的信心 所以可以抱著過年 對 如果就是有機會 創歷史新高的話 我想成本很低的人 也許可以先挺立一趟 可是如果說你相對的 比較高位階才進來的話 也許再耐心等等 除了ETF之外 你也可以配置一下台穀基金 因為台穀基金賺得比0050還多 對 它去年台穀漲26% 台穀基金表現是比台穀ETF更好 對 台穀基金平均的績效是4成 那績效前10名是分別是落在80%到100% 那我們來看一下也因此 我不知道跟我的大力推薦有沒有關係 有好多的台穀基金 過去這一年規模爆增 像是統一奔騰野村優質等等 其實它的規模分別是爆增了三成到80幾% 不過坦白說這樣子規模來到了200億到400億之間 跟那種什麼台穀ETF動作就是有 現在已經有五檔破千億比較強 我覺得台穀基金還是很可憐 大家聽到ETF就會覺得隨便亂買一定賺錢 但基本上我覺得主動型的台穀基金 會挑的會操作的 我覺得帶來超額利潤的可能性是更高的 接下來重點大家好認真聽 我也幫大家調了一些相關的績效 我們剛剛說規模爆增這兩檔 所以我不偏心 我就把這兩檔的績效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規模爆增統一奔騰跟野村優質對不對 規模都爆增了八成 統一奔騰十年來的績效是多少 526% 五倍 這個概念是什麼 005年十年的績效是220% 所以比005年多賺一倍的概念 那野村優質也一樣 十年的績效是多達456% 也比0050也是多賺一倍的一個概念 好 那其實有些觀眾朋友會跟我說 其實主動型的基金 台股的基金大概有一百多檔 大家還是會覺得 有些人可能沒有辦法承受這麼大的一個波動的幅度 那同時也有人認為 不是下半年可能會降息嗎 那我也想買一點債券 可是我早上錢又沒有這麼多 那怎麼辦呢 其實我覺得台股的平衡型基金 蠻適合大家作為核心資產配置 簡單說一下什麼叫平衡型基金 對 就是同時持有股票跟債券的 這樣的一個基金的一個組合 也就是說金晶也認為現在股市的景氣比較好 它就會多配置一些股票 如果金晶也認為說債市的大多頭要來了 它就在債券的配置上面會多增加一些比例 所以我也去查了一下 目前台股的平衡型基金裡頭 持有債券的比例大概是兩成多 換句話說大家大部分買的還是比較多的是 壓在股票的一個部位 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台股大盤還沒創歷史新高 可是已經有八檔的台股平衡型基金 禁止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包括野村紅利 然後我們也不要偏信 群益 真善美 然後摩根平衡基金等等 我講個重點 平衡型基金好多檔 年化報酬率是8到10% 也很厲害 所以值得大家做一些留意